起火的食屎 整條抽油煙喉被燒至昏黑 並燒毀店外架招牌 多名消防員報場開喉灌救 28歲的食屎職員救火時雙手燒傷 再由救護員包澤送往威爾斯親亡醫院治理 事發在凌晨大約3時 沙田圍道一間食屎 職員報稱煮食期間失火 消防到長救息沒有人受傷 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黃亭婷報導